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三神曲 但丁的地狱 炼狱与天堂之旅 灵魂的救熟 那么小六子可以先跟我们说说傲慢与偏见 奥斯汀的爱情喜剧 达西与伊丽莎白的斗志斗勇 傲慢与偏见是简奥斯汀的经典之作 堪称爱情喜剧的巅峰之作 奥斯汀以他独特的幽默和犀利的社会观察 描绘了18世纪末19世纪初 英国乡村社会的婚姻与爱情 今天 我们就来聊聊这部小说中的两位主角 达西先生和伊丽莎白·班内特 以及他们之间那场精彩绝伦的斗志斗勇 首先 我们得承认 达西先生一开始确实是个高冷男神 他高傲 冷漠 甚至在第一次舞会上公开表示伊丽莎白 尚可 但不够美丽 这句话简直是直男挨晚妻 的典型症状 难怪伊丽莎白对她产生了强烈的反感 然而 伊丽莎白可不是一般的女主角 她聪明 机智 最重要的是 她有一颗不屈不挠的心 面对达西的傲慢 她不仅没有退缩 反而以她的智慧和幽默与之针锋相对 她的每一句回击都充满了机智和讽刺 让达西先生不得不重新审视这个尚可的姑娘 达西和伊丽莎白的关系就像是一场精彩的棋局 达西的每一步高傲 伊丽莎白都能巧妙地化解 伊丽莎白的每一次反击 达西都不得不重新思考自己的态度 两人之间的互动充满了火花和张力 既有斗智斗勇的紧张感 又有爱情萌芽的甜蜜 当然 达西先生也不是一成不变的高冷男神 在伊丽莎白的影响下 她逐渐认识到自己的傲慢和偏见 并开始改变自己 最经典的莫过于她那封长信 详细解释了自己行为背后的原因 这封信不仅是达西对伊丽莎白的真情告白 更是她自我反省和成长的标志 而伊丽莎白呢 她也在这场斗智斗勇中逐渐认识到自己的偏见 她发现达西并不是她想象中的那样冷酷无情 而是一个有着深情和责任感的男人 两人最终在相互理解和尊重中走到了一起 这不仅是爱情的胜利 更是智慧和勇气的胜利 总的来说 傲慢与偏见不仅是一部爱情小说 更是一部关于成长和自我认知的故事 达西和伊丽莎白的斗智斗勇 不仅让我们看到了爱情的复杂和美好 也让我们明白了 在爱情中傲慢和偏见是多么的无用 正如奥斯汀所说 在爱情中最重要的不是外表和财富 而是心灵的契合和相互的尊重 所以亲爱的读者们 下次再遇到高冷男神或机智女神 不妨想想达西和伊丽莎白的故事 也许你会发现 爱情的真谛就在于那场精彩的斗智斗勇中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小王子 圣埃克苏佩里的童话哲理 小王子的星际旅行 小王子是法国作家安托万 得圣埃克苏佩里 Antoine的Saint-Exupéry 创作的一部经典童话 虽然表面上是写给孩子们的故事 但其深刻的哲理和寓意 却让成年人也为之动容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 这部作品中的一些有趣故事 和深刻见解 首先我们得从小王子的星际旅行说起 小王子住在一个非常小的星球B612上 这个星球小到 可以用一把椅子转动来观看日落 小王子在星球上有一朵玫瑰花 他非常爱护这朵花 但玫瑰花的骄傲和矫情 让他感到困惑和伤心 于是小王子决定离开星球 开始他的星际旅行 在旅行中 小王子拜访了六个星球 每个星球上都住着一个奇怪的大人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圣埃克苏佩里 对成人世界的讽刺和批判 一 国王 第一个星球上住着一个国王 他自认为统治着一切 但实际上他只是一个孤独的老头 连个臣民都没有 国王象征着那些自以为是 喜欢发号施令 却没有实际权利的人 二 爱虚荣的人 第二个星球上住着一个爱虚荣的人 他希望所有人都崇拜他 但实际上他是孤独的 因为没有人真正关心他 这个角色讽刺了那些追求虚荣和表面光鲜的人 三 酒鬼 第三个星球上住着一个酒鬼 他喝酒是为了忘记自己喝酒的羞耻 这个角色揭示了人类的自我逃避和恶性循环 四 商人 第四个星球上住着一个商人 他忙于数星星 并认为自己拥有这些星星 商人象征着那些被物质和财富迷惑的人 他们忽视了生活中真正重要的东西 五 点灯人 第五个星球上住着一个点灯人 他不停地点灯和吸灯 虽然他的工作看似无意义 但他是唯一一个不为自己而活的人 点灯人象征着那些忠于职责 默默奉献的人 六 地理学家 第六个星球上住着一个地理学家 他记录着所有的地理信息 但从未亲自去探险 地理学家象征着那些 只会理论不敢实践的人 最后小王子来到了地球 在这里他遇到了狐狸和飞行员 也就是坐着自己 狐狸教会了小王子 关于爱和责任的真谛 只有用心才能看得清楚 重要的东西用眼睛是看不见的 这句话成为了小王子 最经典的哲理之一 小王子的故事不仅仅是一个童话 他通过简单的语言和童真的视角 揭示了人类社会的复杂性和矛盾 他提醒我们 真正重要的东西往往是看不见的 比如爱、友情和责任 所以下次当你感到生活繁忙 压力重重时 不妨翻开小王子 让这个小小的星际旅行者 带你回到那个纯真而充满哲理的世界 毕竟正如小王子所说 所有的大人都曾经是小孩 虽然只有少数人记得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神曲 但丁的的玉 炼玉与天堂之旅 灵魂的救赎 神曲是意大利文学巨匠 《弹丁》、阿利吉耶里、Dante Allieri的不朽之作 这部作品不仅是中世纪文学的巅峰 也是西方文学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让我们一起踏上这段充满奇幻与哲理的旅程 从地狱到炼狱 再到天堂 看看但丁如何描绘灵魂的救赎之路 地狱、罪与罚的迷宫 但丁的地狱、Inferno 是一个九层的迷宫 每一层都惩罚着不同类型的罪人 这里的罪人们 可不是在地狱里悠闲地喝咖啡 他们要面对的是 永无止境的痛苦和折磨 比如说 第一层地狱 是给那些未受洗礼的灵魂准备的 他们虽然没有犯下大罪 但也无法进入天堂 只能在一个无尽的悲伤中徘徊 有趣的是 但丁在地狱中 遇见了许多历史 和神话中的人物 比如说 古希腊诗人赫马 Homer 和罗马诗人维吉尔 Virgil 维吉尔甚至成为了 但丁的向导 带领他穿越地狱的每一层 这就像是 你在游乐园里迷路了 结果遇到了一个超级明星 来带你游览一样 真是既惊喜 又有点荒诞 炼狱 悔过与进化的阶梯 炼狱 Purgatorio 是灵魂进化的地方 这里的灵魂们 虽然犯了罪 但他们有悔过之心 正在努力进化自己 以期最终能够进入天堂 炼狱的结构 像是一座高山 灵魂们需要一步一步地攀登 每一层都代表着一种 不同的罪过 和相应的忏悔 在炼狱中 但丁遇见了 许多他生前认识的人 包括一些政治家和诗人 这些灵魂们 在炼狱中经历的忏悔过程 让人不禁思考 我们在现实生活中 是否也应该反思自己的行为 寻求内心的进化呢 天堂 至善与至美的境界 最后 但丁来到了天堂 Paradiso 这是一个充满光明和爱的地方 天堂分为九个天球 每一层都代表着 不同的美德和灵魂的境界 在这里 但丁遇见了许多圣人和天使 最终他见到了神的光辉 达到了灵魂的最高境界 天堂的描绘 充满了诗意和哲理 但丁用美丽的语言 和丰富的想象力 让我们感受到一种 超越现实的神圣之美 这就像是你在看一部绚丽的电影 每一个画面都让你惊叹不已 总结 灵魂的救赎之旅 神曲不仅仅是一部文学作品 它还是一部哲学和神学的剧著 通过但丁的地狱 戀狱和天堂之旅 我们看到了人类灵魂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也看到了灵魂救赎的可能性 这部作品提醒我们 无论我们身处何种境地 都应该保持对善良和美德的追求 因为这才是灵魂最终的归宿 所以 下次当你感到生活困难重重时 不妨想想淡定的旅程 或许你会发现 无论多么艰难的路途 最终都会通向光明和希望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感谢你们陪我度过了这个 充满文学与哲理的时光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今天我们一起探讨了 三部经典文学作品 傲慢与偏见 小王子和神曲 从奥斯汀的傲慢与偏见中 我们看到了爱情中傲慢与偏见的无用 欣赏了达西与伊丽莎白那场精彩绝伦的斗智斗勇 爱情不仅仅是外表和财富 更重要的是心灵的契合和相互尊重 就像达西从高冷男神变成了温暖男友 伊丽莎白也从傲娇女神变成了善解人意的伴侣 小王子用童话般的语言揭示了人类社会的复杂性和矛盾 小王子的星际旅行让我们看到了成人世界的荒谬和虚荣 也提醒我们真是那些看不见的东西 比如爱、友情和责任 正如狐狸所教导的 只有用心才能看得清楚 重要的东西用眼睛是看不见的 而《淡丁的神曲》则带我们经历了一场灵魂的救赎之旅 从地狱的罪与伐 到炼狱的悔过与净化 再到天堂的至善与至美 它不仅是一部文学巨著 更是一部哲学和神学的经典 提醒我们无论身处何种境地 都应保持对善良和美德的追求 所以,亲爱的读者们 下次再遇到生活中的高冷男神或机智女神 不妨想想达西和伊丽莎白的故事 或是在繁忙之余翻开小王子 让小王子带你回到那个纯真而充满哲理的世界 如果生活困难重重 不妨想想淡丁的旅程 或许你会发现 任何艰难的路途 最终都通向光明和希望 非常感谢你们今天的陪伴 希望这次的分享 能带给你们一些思考和启发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 分享你们的观点和问题 让我们一起继续探讨 这些经典作品的魅力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期待听到你的声音 再见 祝你们都有一个美好 且充满智慧的每一天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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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订阅我們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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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